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练红了 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无奈 你说我要是凭借一意孤勇占领的这上海 那这在同意了约法三章之后 这兵权和裁权全部交上去 那我这都军门生和这上海的司令 我才能做几天 你信不过我副帅 瞿少帅 这话不对啊 你们非得逼着我把兵权交上去 不也是信不过我吗 谭少帅 你带兵进上海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自己已经捅了一个大娄子了吧 你我各退一步 是解决这个问题 最体面的方法 你也不想 上海这十里洋场 变战场吧 徐少帅 我这个人呢 不贪财 不弄权 这兵权 裁权全部都叫上去我都没有问题 只不过我谭家军的兄弟们跟了我十年了 不给他们找条活路 我不可能撒手不管的 这个简单 这个简单 我可以把你谭家的兵安置到产业里做工人 只要他们愿意拖军装脚枪 卸甲归田 我保证都军府绝不会为难他们 好 你怎么能答应呢 这约法三章就像三道警告罩 裁权兵权上交 你谭家军解散 你就成了光杆司令了 这徐伯军要是秋后算账 我们只能坐以待毙啊 老吴 你放心 这只是权宜至极 先哄着徐光耀 让他老爹发了通电 先让我坐上这上海的司令位置再说 咱们现在没权没钱 这光脚的还怕他穿鞋的不成 少帅 是不是通电来了 果然不出你所料 各省都军啊 接到了徐伯军和培训的联合通电 任命你为上海长方司令 这些贺电啊 都是早上收到的 对了 陆军总部的伟人状 看来沐老板 是下了血本了 这门生二字 有点碍眼哪 徐都军 感谢徐都军 对我的信任与支持 我一定恪守军人天职 履行保镜安民的职责 守护上海一方平安 你们两家儿女庆家 团员难得 我就不多打扰了 不过徐少帅 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 让你杰族仙等的 好福气 什么叫杰族仙等 四亮 你的巷子 是吗 沐婉卿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婉婷小姐 不要太过分了 是谁太过分了 明明和你定亲的人 应该是我 二女征夫 真是天助我也啊 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听不明白就对啊 喂 四亮 嗯 嗯 刚才你为什么不把那个箱子拿回来 老吴 现在我要是把箱子拿回来 那到时候怎么让婉卿小姐 再登门造反 隆外 欧客军通电全国 已见门声唐旋林 担任上海防守司令长官 二十五岁唐旋林 成最年轻上海王 恭喜少帅主任上海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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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时辰拿下了上海 这才是我们战无不胜的谭家军 谭家军 谭家军 徐伯军的兵在上海养尊处又惯了 根本就不禁达 这上海滩啊迟早是我们谭家军的 到时候也轮到你们 养尊处又了 可绝对不能变成那个样子 放心吧司令 我们都是过过苦日子的人 再说了 流浪过十年 好不容易 有了个安定的住所 我们一定会好好珍惜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跟着我 好日子还在后面呢 那是 您十五岁 就带着我们南征北战讨生活 跟着您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们绝对不会丢脸 怎么样 兄弟们都安置妥当了吗 报告司令 所有的将士训练生活 都安排得非常好 放心吧 阿弥陀真是 好 优优优独目 他跟着妈妈要说 好 来 不少 兄弟们 他就贴了 看不见 跟着他 第二个女小二 到上面 下来 他有了 因为在我 在哪里 是 有说 你 我这心里始终是窝着火的 且看他们能蹦他几天吧 是 我的东西呢 你说的是这个吗 我记得里面有一段 写得特别好 情真意切 好好好 我不说 但是我觉得 你爸爸可真不是个东西 这儿子刚死 就带着老婆的丫鬟 还有她的私生女登堂女士 真的不像个父亲 我家的是用着你管 我把赌注下在你身上 你是想和我做交易 聪明 没错 我就是想与你做个交易 只要你从沐家 帮我弄出军饷来 日记本 我就还给你 你未免太高看我了 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可怜宠 帮不了你 好 那你最好尽快做决定 不然 那些个小报的记者 已经要花大价钱 买你的日记本了 我怕 我忍不住金钱的诱惑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不给 怎么了 怕了 怎么了 练红了 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乌赖 我一向认为啊 这是我的众多优点之一 我一向认为啊 说吧 你要多少军饷 五万大洋 不过才五万大洋啊 我还以为多少钱呢 听沐小姐的意思 才大气粗啊 厉害 不愧是上海第一大亨的女儿 区区五万大洋 都用不着沐家出钱 我妈妈的赔价就付得起 等我筹到了钱 我再联系你 到时候我们钱货两清 怎么样 原来我老婆这么有钱 我现在都有点 舍不得让你走 少有嘴花生 你最好信守承诺 我 对你 只少有望 从不来着 等我电话